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天下人物专访 今天我们的天下人物是要跟大家谈一谈 到底怎么样在您累积财富的同时 能够避免家庭的纠纷 我们欢迎有律师 有信任律师 跟我们谈谈 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很多的财富 因为家里面长辈的遗留给大家 那在分财产的时候 常常有兄弟逆强的情况发生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避免可以事前 因为反而又可以维持跟大家和好的关系 所以我们很多客户他们做信托的时候 只有想到税务上的事情 可是其实他们都忽略掉说 这个感情上跟家人的这个考量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客户 有时候做不好的规划的时候 他们有三个大因素的纠纷 一个就是说可能是重男轻女 可能想要给儿子比较多比较少 第二个可能是再婚 再婚的情况的话 可能两个前妻跟后妻的情况 分财产分不平均 第三个就是说可能偏心 可能不管是你儿子或女儿 有一个小孩子可能对他比较好一点 所以想要给他多一点 这样子我们在现在的年轻人时代来讲 我们都追求这个平等的这个分配财产 比较不平等的话就一定会出问题 我知道那个问题是非常的多 那我的疑问也代表观众的疑问 真的能够避免掉这些纠纷吗 在做规划的时候 所以我们是建议说客户要有communicate 要跟客户好好的商量 要共同说父母亲的这个意愿是什么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个是用信托把你的意愿写得很清楚 所以这样的话以后就不会比较减少出事情的问题 第三个可以做生前的安排 比如说有个小孩子觉得说他可能对钱比较不注意的话 你可以说好我生前就一部分钱给你 写一个合约说你以后不能再要 这样子假如那小孩子有签的话 也就是要他必须要遵守这个合约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建议客户做一个人受保险信托 这样子你可以把钱摆进去 再去累积多一点财富 这样子分的钱的话 比较多的话这样子就可以尽量就平等的分配 换句话说他放进了这个人受保险里面也可以累积财富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对吗 比如说假如客户把一个200万的资产把一个信托里面 但这个用杠杆的到底的话 这个保险可以理赔10万块 但你用200万换这个10万块 等于是多一点财富的话 这个部分就可以多 就是拿来摆平大家所有的小孩子 再让他们大家平等 我们只有短短的三分钟 很难解决大家有很多的疑问 刘律师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建议大家的 我觉得到最后还是要沟通 不要说第一个父母亲不敢去谈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也不要想说反正我以后走了 让小孩子去争吵 因为这一争吵这个律师费都非常贵了 所以提前准备可以保留家庭的财富 我们非常谢谢尤律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天下人物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他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来为大家解答 谢谢您 谢谢 谢谢